大家好 我是奥君啊 我也来了 不知道今天再来看星期五的这一个热力图有没有好一点好像并没有很好 星期五啊 整个大盘调整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那而且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一些中概股阿里巴巴京东的pd 基本上整个市场里面是没有一块地方是可以避险的全盘下跌啊 这种走势呢 在股市里面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明显的一种就是那不管是大科技 那么还是能源板块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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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盘下跌 那所以在股市里面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但是整个如果我们再去看战士 如果我们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起股市和债市的话 股市是在债市的话其实还好 基本上其实tlt也是没有动的稍微有一点点下跌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看从今年为止到现在 那整个大盘和各股的一些走势我觉得其实比较明显的啊 很多的一些板块 其实也对的话是绿的 而且绿的比较多 比如说像能源板块 那但是 除了能源板块之外 基本上 那今年走到现在在大盘下跌的情 而且大盘下跌的不少的情况下 那还能走的比较绿 或者说那下跌幅度并不是非常大的几个板块 有一个共有几个共同的一个性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块这边啊 telecom service 那就是通讯行业通讯行业的话是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基本上和基建的话是差不多 那不管是在经济向好或者经济向坏的情况下 那我们该打电话的还是要打 那该上网的还是要上网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个板块 然后healthcare 那healthcare其实也是一样转出 如果把疫情放在一边的话 那整个health板块 其实在也是一样和经济周期的话 他基本上是不随着经济周期去走的 那不管是经济好还是经济坏 该看病的还是要看病 那所以在整个经济并不是就经济增速在下跌 或者并不是在向好的一个情况下 这一类板块就显得 就可以显出自己的一个防守性的一个性质 那么然后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insurance 这两块insurance 那保险行业其实也是一样的 保险行业也是不 基本上也是不随着经济的周期去走的 那这是第三个 然后utility 那utility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 xlu 那这一个板块啊 向来从历史上 因为他是基建嘛 那从历史上向来 他的防守性一直是比较强的 而且他还是有一个抗通胀的一个属性在里面 那所以整个utility板块也是ok的 还有就是consumer defensive 那包括你一下去看beverage 然后tobacco 啊 所以基本上除了energy 这一些板块都是在传统意义上属于防守性质 比较强的一些板块 那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后视性 因为我们看的是year to date 但是即使我们往后去看 往未来去看的话 这一些板块 他的一个防守性质是不会变的 那如果我们仍然期待 比如说整个经济仍然是在一个向下 经济增速是在一个向下的一个过程之中的话 这些板块仍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好吗 然后啊最后我讲一下整个科技板块 那么多些科技板块 其实啊理论上从定义上去说的话 科技板块 他其实也并不随着整个经济的一个周期 那么但是整个科技板块下跌幅度比较大 那我个人去对他一个解释就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一个杀估值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有很多公司现在是不赚钱的 那是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市盈率的 我们看他的话只能看市销率 那么这一类公司完全是属于一个杀估值的一个情况 那么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没有 或者一个流动性现在被抄走了 所以这些公对基本上对于所有的科技公司 全在杀估值 那不管是小公司杀的多一点大公司的话 你可以看到year today到这边 那即使几家大科技公司的话 Facebook基本上是领接的跌了百分之四十 那么而且不是这一次财报反弹一点的话 他可能跌的更多 那么亚马逊啊 谷歌连像连谷歌的话 都已经跌了要将近百分之二十亿了 好吗 所以啊 其实我们如果退后一步去看整个今年到现在为止 很多个股的一些回调幅度 特别是在科技板块这边回调幅度其实已经非常大了 好吗 那这期视频是这样 这期视频的话 那我主要是想帮大家回顾一下 从我自己的自身角度去出发 基本上从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有哪些我个人觉得我做的是OK的 然后包括我有包括还有一些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做的是不够的 那么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不管是我做的比较对的地方 还是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借鉴的 那标普五百四百六百 大盘股 中盘股 小盘股 那看一下他们的估值 现在到底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那么首先白色这条线是标普五百 标普五百在星期五收盘之后 他的一个Forward P的话 只有在18倍 特别还是在所有大科技全部发完财报之后 那么标普五百的一个Forward P 比未来一年的一个实行率已经降到了18倍 就一个18倍 那如果我们看绿色这一条虚线的话 啊是在这一个位置 那已经是比疫情之前二零二零年三月份的一个最高点要低了 然后啊正正好好比较巧的是他正正好好是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份的 就二零一八年不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份有一波下跌吗 他正好是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份这波下跌之前的一个最高位 那这还是比较巧的那时候的话是在18倍的一个固执啊 所以如果从历史上去看的话 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总结是标普五百 现在已经不在一个泡沫的一个位置 但是从历史上去看他仍然是在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 那但是这一次经过一波下跌 包括经过大财大公司发完财报之后 那我我个人觉得如果从历史上出去看的话 他现在是属于一个平均值稍微高一点的一个位置 好吧这是标普五百啊 然后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一条白色的这一条虚线 这条虚线是什么 这一条虚线其实是二零二零年三月份的一个最低点 从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他的一个最低点 这一这在在这一个最低点的话 他一个forp差不多是在十四倍左右 那我觉得十四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第一次是在啊第一其实其实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跌到十四倍不到一点 那然后二零二零年三月份的时候也是到十四倍 那而且我们知道每二零二零年三月的时候 那并不是美联储政策一出来 美联储这个态度一转变股市就直跌了 并没有那态度出来之后 股市稍微要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阶段性的一个地步 那所以这是标普五百 然后啊同样的蓝色和橘色的话 我就不展开一个是那标普四百 一个是标普六百分别代表那中盘股和小盘股 从中盘股和小盘股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特别是小盘股啊橘色这一条已经是接近于非常 已经是低于二零一八年时候的这个地位 而且已经非常接近二零二零年三月份的一个位置了 好吧 所以从这张图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我自己一个结论 或者我自己看吧 当然大家如果从这张图里有不同的一个结论的话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结论就是 那么如果现在要问我中小盘股的话贵不贵 我的一个回答就是不贵 从历史上去看的话都是不贵 相对来说 而且是属于便宜的 特别是在小盘股这一块 当然我说的是标普五百的一个小盘 啊标普六百的一个小盘股 那么从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么他现在是属于便宜的一个阶段 然后标普五百标普五百贵不贵 那如果从历史上去看的话 我觉得标普五百是有一点点偏贵 但是已经是非常接近于平均值了 那么可能有一部分小伙伴觉得啊 这一次的话可能不同有一个高通账 然后美联储又印了那么多 美国政府又印了那么多钱 那么但是我的一个 可能不是比较赞同的观点就是 确实美联储进了很多钱 但是标普五百那么多公司 他们的赚钱 他们的一个盈利能力也更加高了 那么反应在哪里 其实就是反映在他们那个PE里面 反映在他们市盈利面 好然后第二张图就是一个嗨啊 就是一个啊 垃圾债券的一个利差 嗨以右的一个OAS 那这个垃圾债券的一个利差 越到越高 就代表整个市场里面的话风险越大 那么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 星期五的一个收盘位置 差不多是在三百七十九个基点 那么自从美联储这边时间是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年 那么这边基本上从上一年十二月底开始美联储的一个态度改变之后 利差的话就开始一波上涨 然后一波回调之后 那么这这段时间的话又继续开始上了 基本上和股市的一个走势 就完全基本上是完全相反 利啊 垃圾债债券的一个利差和股市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负相关性是比较大的 就垃圾债债是利差上涨 然后股市下跌利差下跌股市上涨 负相关性 从历史上去看的话都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个平均值差不多一个我画了一我随便画了一条这条白色的一条虚线啊 这边啊这条虚线的位置差不多是在四百个基点啊 所以啊整个债券市场其实已经开始紧缩了 而且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那甚至于在前段时间已经到了历史上的一个平均值了 那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升 有可能而且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走到这个平均值 走到这一个这条白色的虚线或者平均值之上 有可能到底能走到哪 你其实你很难判断它能走到呢 但是你从历史上你可以判断 比如说二零一八年的时候这么一个高点的话差不多我我横过来看差不多在五百个差不多在五百个基点左右 那这是二零一八年的一个高点 那么而在这一个利差到达高点的时候股市到达了一个地点 那有没有可能从现在这个位置往五百个基点去呢 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啊 那但是啊我更关心的是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美联储会怎么做 那我知道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高 现在通胀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那市场上也有非常多的声音觉得美联储一定会加到比如说美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衰退 那或者是加到something break就是市场里面的话有一个环节它不运作了 那我觉得这些这些的话都是ok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 我更关心的是市场不运作了美联储会怎么做 美联储会不会允许整个市场进入一个recession 或者recession如果有信号来临或者发生的话 美联储会怎么做 那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美联储一定会90 就算通胀在一个高位他们也一定会90 美联储是不会让美国经济进入一个recession 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进入recession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改变这一个策略或者一定会改变这个口风 即使通胀在一个高位 那从啊可能从不管从经济学上来说也好 或者从其他各的角度来说 很多人现在的观点就是说经济的话 你要让他进入recession 让他自己的话进行回调 让他进行一个reset 那么可能经济衰退 从长远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并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我其实那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但是那么从零八自从零八零九年之后 我的看法就基本上就如果参考从零八零九年开始 我们去参考的话 那美国是不会看着他们的一个经济进入一个recession的 那所以就不存在以前的这种泡包可直接加息加的非常非常激进 然后把经济进入recession 让经济自己的话去进行一个修复 那我觉得现在不会了 如果真的要会的话 零八零九年就不会选择就是就不会就不会发明QE这个东西了 所以啊接下去的话我就对我自己前四个月以来我稍微做一下总结 那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看后面 主要是主要是看就主要是看后视镜 看一下估值在哪 看一下这四个这四个月以来 我自己有哪些做的比较好的 有哪些做的不好的 然后明天这期视频明天一样啊 我会出一期视频 然后我们往前看 看一下接下去的话怎么去进行操作 那么接下去的话风险在呢 现在是不是一个选择要去止损或者现在是不是要去加对冲的一个时间点 好吧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放到明天的视频再讲 好吧 然后啊我这边做了一些笔记啊 因为我怕有些东西我漏了好吧 先来看第一点 首先是从大方向上去去讲 那我觉得从大方向去看的话 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这一点我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的 就我我说今年基本上整个一年全部是围绕着整个通胀去展开 那然后我们的一个策略的话应该是偏防守性的一个布局 那么这是一个大方向 然后小方向上面 我觉得有有有有有几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或者其实做的是不够好 比如说我我举个例 我这边举了两个例 比如说那我自己在sark call sark的一个看多器权上面的 n1的一个时间点 就去掉了一个时间点 那从从结果上去看的话 整个我所有sark call的一个参业 我以前说我其实sark call的一个参业 其实是不小 因为我要用sark的一个call 那么来hedge我正股的一些仓位 那所以最后我整个所有 我现在是所有sark的一个call 全部是已经n1 那从结果去看的话 25%这边的一个仓位是平仓的 是不赚不亏的 25%可能赚了20%多 然后剩下的50% 我其实是有将近70%多的一些回报 那但是我n1的这一个时间点 那可能不是非常好或者不是非常佳 那我觉得第一次我在n125%仓位的时候 那么是在报外尔在接受听证会的时候 他透露的讯息说他们马上要开始加息了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那但从结果去看的话 并不是非常好 因为接下去一段时间 sark的话它是k的话是继续再跌 然后sark继续再涨 然后从最近我n1最后50%仓位的时候 那虽然从仓位本身来看的话 它是涨了7% 但如果说比如说我换到星期五我去n1的话 那这一个n1的一个仓位可以再翻一倍 因为这两天ark的话跌得非常厉害 那么啊 为什么会出现啊这样的一个失误 或者n1的一个时间点 那这其实是可能和第二点的话是有一点点关系 第二点的话我在前段时间我也说过这句话 我说如果一定要掐着啊 不是不是掐 这是一定要拿块炸鸡来诱惑我 让我去猜测股是先破新高还是先破新低 我觉得可能会先破新高 那其实我背后的一个逻辑是我觉得破了这个新高 那如果说破新高之后的话在破新高的时候 我会非常舒适的去加大我的一个做空的一个仓位 那因为我觉得今年美股要破新高的话是非常难的 但是从前段时间的这一种涨幅 那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那但是我去破新高的这个路线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它上去之后 回来一波调整 然后再继续往上 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段时间 基本上前段时间开始上涨 就四月份之前开始上涨到顶部的时候 那我在那个位置选择把我自己 那coinbase的一个仓位进行减藏 甚至于其他剩下把我coinbase的那些仓位 那全部换到btc 那因为我说coinbase根本起不到一个降低风险的一个作用 他走如果走的比比特币还要差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去买coinbase 那所以在上涨那一波 其实我是减藏 但是当他下来的时候 那我是觉得他上涨下来之后 然后再继续往上 所以我会选择那么在纳指还没有破新低的时候 那在这个位置就把ark就把sark这部分的仓位全部NY 那从结果去看的话 我可能更应该等一下 特别是我当初那选择sark的一个sark的一个道 call的一个到期日期是什么时候就是六月底 那所以显然我在大方向上 我觉得我是把握的不错 但是在小方向上在小方向上面的话 其实并没有把握的非常好 那不过回到任何的一个期权 不管是call还是put 那可能最难的是你不单要掌握他的一个strike price 你不但要掌握他的一个价格 那还必须要掌握他的一个时间点 那如果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总结的话 我觉得在小方向上面的话 我可能啊可能更加应该依赖一些我对大方向上面的一个判断 那如果当初就是选择在六月底之前就都有这一个风险的话 那应该可能再继续等下去 或者说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先把自己的现金仓位先用完 如果说我要加仓的话 我完全可以用现金仓 因为我还是有现金仓 我是在有现金仓位的前提下把我这一个对冲仓位给去掉了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可以值得大家是可以值得大家去参考的 那而且在我第一次NY的sark call的时候 我也是有现金仓位的 然后就是个股fb和t道 那fb的话虽然在第一季度的时候财报算是一个暴雷 然后那在这一季度出财报之前 在市场上全部不看好他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敢选择在上一个星期选择去对fb进行加仓 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一点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t道的话那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暴力 其实从财报本身那我我觉得反映的更多的其实是管理层的一个问题 那我记得有一个小伙伴他说你以前就没有发现管理层的这一个问题吗 他们jason这个ceo也是在t道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ceo 那我的一个看法就是那最简单就是啊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就在基本上在两个月之前和三个月之前 他分别在媒体里面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们管理层那对于公司指引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那么然后突然在两个月之后 那么他就告诉你 我对于今年的一个营收指引要开始往下调 对吧同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在上年就已经发生过两次 大家印象都应该应该都是非常深的 第一个就是zero 那么zero的一个ceo他管理层告诉你啊 我们要大局发展i buying 那这是他们在上一个季度财报的时候 然后接下去在下一个季度财报就告诉你啊 我们完全退出这一个市场 那么silo好事好在他没有等到财报告诉你完全退出 他在出财报之前一个月他就告诉你我们要退出这一个市场 那么可能给我们相当说给我们一些投资者一些反应的一些机会 那zero只是一个例子 那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什么就是拍了当拍了当的一个cfo 那他在那财报会议里面非常明确的白纸黑字的他说 我们公司不会融资的刚刚说完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上市场上融资 他就马上去蒸发 那这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而且一旦有了这些信号 因为管理层出而反而 那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那么所以任何的个股一旦我秀到这样一个信号 我得以我一旦看到这样的信号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不管是我亏损了多少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出局的 那么然后啊有一个小伙伴的一些疑问 他说前段时间问我他说后不后悔布局成长 我其实我不是非常后悔 特别从今年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在我年底的时候做总结的时候 我就说那我说我可能做的最不好的一点 就是对于个股的一个保护并不并不够 那么所以在今年的话 其实我是做出了这一个转变就是比如说开始对自己仓位进行对冲 那以前我是基本上很少或者是没有做对冲的啊 所以我并不后悔 只要对自己的仓位能够进行的保护 那我觉得就是ok的 你保护方法有很多种可以做对冲 可以把自己仓位进行分散 可以把自己仓位进行到相当时候 防守性比较高的 就是视频前面一开始说的那些板块 这些都是对自己的仓位进行保护的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选择 好吧 然后我说一下啊 对冲一些目的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对冲 那么理解的方法可能并不一样啊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就对冲 其实有几个目的 第一点就是第一个目的就是和自己的仓位走是天天都是相反的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sark 这些都是一些标的 比如说sark 或者说大盘的一些破 或者说soxs是三倍的做多啊 是三倍的做空整个芯片行业的对吧 那完全可以取决根据自己的仓位 那每天的走势整体仓位的一个走势啊 和哪些标的相当说是比较符合的 那你完全可以去用适当的一个标的去hedge自己的一个仓位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保证 基本上每天自己的一些仓位和自己的一个hedge走势都是相反的 这就是一个天天都可以去做对 天天都可以hedge 那么当然这里面的话要注意到杠杆的一个问题 包括成本 包括你用hedge 这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 包括最后过度啊 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些过度一些对冲或者对冲不足 这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好吧 然后第二个那或者第二个目的就是和自己仓位走势的话 偶尔相反 那就比如说对于自己个股的一些put 那比如说个股仓位非常大的话呢 完全可以加一些个股的一些put 那但是你加的这一个put 这些个股只在你本身仓位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的话 那可能你这一个个股的一个put 个股这一个对冲的仓位 就不可以对整个你的一个仓位的话 进行到一个hedge的一个作用 那这是一个标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标的有板块的一些对冲 比如说能源最近一段时间能源和大盘走势基本上都是相反的 能源涨大盘跌 能源跌大盘涨 但是这样的一个对冲的话 他不是非常稳定 比如说星期五就不一样 星期五基本上是一个全部板块全部杀跌的一种走势 好吧 所以这种对冲手段 那他可能相当说并不是非常稳定 但是他的一个成本低 好 所以这是另一种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第三种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啊 咱们去hedge黑天鹅事件 其实我以前说过的 比如说标的的话 那完全是out of money的tlt的一个call 那或者说spy的一个put 或者说post spread啊 现在整个市场里面 其实有很多资金都是全都这么去做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月基本上那都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一个put 去往后面roll 去往一个月之后的话去roll 那么而且那些那一部分那些put 基本上都是一些out of money的那些put 那为什么呢 那些资金全是全部 其实全部是用来hedge黑天鹅事件的 那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成本可以成本的话可以低一点 那但是这完全就是一个insurance 什么是insurance 就是你这笔钱非常有可能就是打水漂了好吗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一直强的 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最简单的一种对冲的一个方法或者去风险的一个方法就是流行金啊 最后我我稍微总结一下我我个人还是觉得确认自己这个仓位真的确认自己的策略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这是在所有我们在进行操作之前那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成长价值选择做大宗选择是从k线去出发从技术指标去出发都是可以的 任何一条路都是可以走到通暖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 那么一旦确确认了这一个策略之后就朝着这个策略去 如果中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再进行调整 那么不可能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它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 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决定每一个人都是股神了 然后第三点就是那我觉得我们要做好这一个随时的一个运点 然后为各种为各种会出现的一种可能性去做好这个准备 那比如说最近的话很多一些啊大盘那些指数的话都是已经跌破了前面的一个支撑 那跌破支撑原来做完原来做的一个准备跌破支撑是值分出局 还是说跌破支撑你再继续啊 他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再继续加仓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跌破之前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准备的好 那希望我的一些啊总结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明天明天视频的话我们讲一下接下去股市可能会怎么走 或者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方法 好吧那明天见 好 这下期视频